这节视频我们大概来看看 FreeATOS的原码 这文档我们也把它放到了线上 你可以打开rtos.120.net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 FreeATOS入门有工程实验 当然在下面也有 你看第七章就在这里 对于本节视频的内容 你看文档也足够了 但是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htm32CubeMix 来创建的一个工程 你看 这就是我们创建的这个模板 我们打开 这个htm32CubeMix 在前面的视频里我们演示过 在这里找到中间键 找到FreeATOS 之前它是disable的 我们选择了某一个版本 然后做了某些配置 生成代码 你看 我们做了某些配置 然后生成代码 那么这两个操作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看 它在中间键这里 第三方中间键这里 创建了一个FreeATOS目录 里面放的就是 FreeATOS本身的原码 在目录里面 它的结构是怎样的 在原码目录的最顶层这里 放的就是核心的文件 你看有任务相关的代码 有链表相关的代码 有事件组相关的代码 有定时器相关的代码 等等 这是核心文件 核心代码在这里 然后这里面还有个Portable目录 Portable就是可移植的 里面是怎么管理的呢 里面有RVDS 咱们创建这工程的时候 选择的是 MTK ARM MTK ARM就跟RVDS是一样的 你看 它就为这个IDE 这个工具创建了一个目录 在里面 又根据你的芯片架构 又创建了一个子目录 里面就是 这个IDE下面 关于这个架构的 需要移植的文件 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大概看一看 找到第三方 的中间键 FreeRTOS 打开Port.c 你看 里面很多 都是汇变相关的 为什么是汇变相关的 是因为跟架构相关 不同的架构 你要操作的硬件不一样 操作的CPU寄存器不一样 那为什么要放入 某一个IDE的目录呢 因为不同的IDE 它的汇变语法 又可能稍有不同 所以说 在IDE目录下面 针对某一个架构 会有相关的 移植好的文件 好 核心文件 移植的文件 移植的文件里面 除了IDE下面 架构相关的文件之外 它还有什么 还有内存管理 这里堆的管理 它为什么把堆的管理 放在这个目录里呢 因为 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 自己的堆管理函数 所以说 它也把这个堆的函数 放在portable目录下面 好 这是圆码 那头文件呢 你看portable下面 有portable 对于每一款处理器 有些可能是16位的处理器 有些是3个位的处理器 它定义了一些数据类型 等我们会看到 还有什么 还有圆码本身 free-artos 圆码本身的头文件 你看 你想去创建硬度的话 你得包含这个头文件 你想使用定时器的话 你得包含这个头文件 我们现在看到了 圆码本身的头文件 不同架构的 这些红 这些头文件 还有什么呢 还回到这里 我们使能的free-artos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进行各种配置 就比如说 你是否可抢占呀 默认是enable 你用到的堆大小呀 等等等等 这些信息 它是在哪里的 打开我们这个在线文档 投文件相关 好 看这里 在code核心 include的目录下面 有什么 有free-artos config.h 这就是配置 我们打开它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工程 核心 include free-artos 配置 你看 可抢占 对于大小 跟我们的配置界面 是一一对应的 好 除了投文件之外 我想去阅读原代码的话 我怎么办 我从哪里开始阅读 从右口网就开始阅读 右口网就在哪里 在括目录下 sauce下面 free-artos这里 从这个文件开始阅读 你看它位于什么 位于free-artos 它属于用户代码 在里面 这个函数这里 它创建了一个验诺 这是我们自己添加的代码 创建一个验诺 创建验诺之后 在mai函数这里 你看mai函数调用这函数 在这函数里面 创建验诺 然后mai函数启动调度起 这就是这个文档里面说的 入口函数 mai函数的入口函数 mai函数里面 初始化内核 创建验诺 启动调度器 我们添加的free-artos 相关的代码 一般来说都在这里面添加 你阅读free-artos原码的时候 会发现它有自己的一套编码规范 编码规范在这里 你会经常看到 这个ticketype ticketype什么意思 来看看 ticketype 我们先编译一下 好 然后看看ticketype 它是怎么定义的 在哪里定义的 你看 它被定义为一个32位的整数 对于我们32位的处理器 这个ticketype是在 PorterMacro.h里面定义 tick 你看 tick tick就是系统的滴答技术 如果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说 使用16位的tick的话 这个ticketype就是16位的 那如果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它并没有定义说使用16位tick的话 那么这个ticketype默认来说 就是32位的 在我们free-artos里面 还会经常用到一个 类型叫做base type 基准类型 基准类型 基准类型就是这个架构最高效的数据类型 对32位处理器来说 它就是32位的整数 对16位的处理器来说 它就是16位的整数 这两个是基础的类型 在代码里面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两个基础类型 然后我们来看看 它有哪些编程规范 这个照着看就行了 变量名 好 有say short long x 它会在变量前面 加上这些前缀 用来表示它是什么类型 就比如说 我们随便进去看一看 你看 你要去创建验路 p 表示它是个指针 x 它表示一个结构体 非标准的类型 结构体等等 p表示指针 x base type x base type 或者结构体 还有什么呢 往下看看 你看 名字 p指针 say tra 指向tra的指针 p指针 v wide 指向wide的指针 u 有什么 unsigned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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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base type 了解了这些编程风格 以后看见变量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类型了 好 那么对函数名呢 你看 它有一个前缀 v 表示这个函数 没有返回 x 表示这个函数 它返回base type 或者返回什么结构体 等等 pv 就是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指向wide 你看 x 它返回的是一个base type p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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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privite 私有函数 也就是static函数 这里不是表示返回值 prv 就是static函数 v 表示wide 没有返回值 好 这都有一些讲解 对这前缀 这里面都有讲 它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你看 除了这前缀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task 还有一个queue 还有一个time 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这个函数 在task.c里面定义 这个函数呢 在queue.c里面定义 这个函数呢 在time.c里面定义 比较有意思 还有这个红 红的前缀 你看 pod前缀 表示它在podable.h 或者podmicro.h里面定义 task前缀呢 你看 这个task前缀 这前缀 表示说 它是在task.h里面定义 pd pd 表示它在这个文件里面定义 config 表示它在配置文件里面定义 l 好 l就好像不太好解释 不管它了 总之 它会有这一些规则 好 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 Philatos的目录结构 也大概了解了一下 它的编程规范 有了这些知识之后 有助于我们阅读原码 这节视频的内容 基本上你看这个文档就足够了 这节视频就讲到这里 大家看这个文档浏